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个惊喜 纷纷起哄 可黄玫瑰的花语是分手和离别 宋迪弯身剪钻戒的时候 我看清了那卡片上的自己 宋迪 我在纽约等你 承认刘我紧紧拥他入怀 低声求他别走 他爽快地答应着 可当晚就订了去纽约的机票 次日我匆忙赶到机场 用力抓住他拖着行李箱的手 宋迪深深望我一眼 目光冰凉 抱歉 石远 你知道我爱的是谁 也别忘了你当初说过的话 是的 我没忘 我说过 我不会介意他心里爱着谁 也不会干涉他为成员做任何事 我将永远对他好 而不求回报 而他同意我这样陪在他身边 已经是额外的恩赐 可是我们已经订婚了 我仍不甘 只是一个仪式而已 就当陪我过了生日吧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要不是这个仪式 承认也不会向我伸出手 他走得很干脆 甚至连背影都显得迫不及待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 心底再次空了一块 宋迪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的那张脸了 那张跟我的婉婉 有了六七分相似的脸 我出生三天 就被送进了孤儿院 因为从小瘦弱 性格也有些孤僻 在孤儿院 没少被那些大孩子欺负 唯一的玩伴 是个叫徐婷婉的姑女 她曾有个妹妹 很久以前就被人领养走了 再也没见过 我们一起长大 互相取暖 后来考入同一所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我们以为这辈子 都不会跟彼此分开了 毕业后工作稳定了 我们回到孤儿院探亲 想邀请当初几位老师 参加我们的订婚仪式 可就在我跟老院长说起 过往感慨万千的时候 晚晚在厨房 跟厨娘们一起为孩子们 制作小点心 不慎起火 厨房在后院的旧楼上 没人知道那火是怎么燃起来的 等发现时 已经是硝烟滚滚 楼塌时段 几十年的就建筑不堪一击 在大火中七零八落 连楼道门都找不到 消防员赶到时 里面痛苦的嘶喊声已经减弱 我发疯似的喊着晚晚 已经变了形 完全无从辨认 我不愿相信 我的晚晚已经变成一堆骸骨 直到看到地上有一串金项链 那是我用工作后的第一笔工资 买给她的生日礼物 她死了 死在我们准备订婚的半个月前 我甚至都分不清 哪一具尸身是她 这所孤儿院里的厨娘 大多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孤儿 因此这场大火过后 竟然无人认领尸首 严重变形的几具尸体 也很难分开 于是老院长做主 将他们一同安葬在后山 我就这样失去了我的晚晚 生命中唯一的亮光 熄灭了 除了那串项链 她在这个世上的一切印记 都消失无踪 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 痛失所爱后 我罹患抑郁症 行走在水深火热中 整日所想都是怎么避开朋友的关切 彻底结束自己的生命 后来我割腕自杀 被发现是已经意识模糊 送到医院勉强救了回来 却如行尸走肉般 一丝生气也无 而宋迪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我面前 她跟我的婉婉 长得实在太像了 几乎如姐妹一般 那天 她本是去医院照顾生病的成渊的 但成渊并不领情 冷言冷面相对 甚至把她当保姆一样使唤 我看着宋迪奔波劳累 仿佛看到我的婉婉 被人这样一致气使地吩咐着 心疼不已 从那天起 我将宋迪捧到了心尖上 呵护被制 成渊也第一次意识到 她忽冷忽热对待的宋迪 是别人眼中的珍宝 我仿佛成了宋迪和成渊之间拉扯的契机 为了引起成渊的注意 激起她心底为数不多的醋意 宋迪从不隐瞒我对她的好 却从不肯承认我追求者以外的身份 我不在意 只要能日日看到那张脸就够了 就算她时常会在电影看到一半 转身离开去照料喝醉的成渊 就算她会丢下正在吹声蜡烛的我 只因为成渊说想见她一面 甚至 有好几次我亲自开车把她送到了成渊身边 我不在意她心有他属 不在意身边的人嘲讽我是个田狗 是个绿帽王 只要能让我日日看到那张脸 即便只有六分相像 也足以让我睡个没有噩梦的短觉 再后来 日子久了 好像也生了几分真情 宋迪有时会愣愣地靠在我怀里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会因为我落在她额头的吻 而唇角未勾 而我也时常搂着宋迪 看着她眼角下那颗红痣 偶尔没有在心里念起婉婉的名字 婉婉的眼角迎白光洁 是没有红痣的 迪儿 永远在我身边吧 说这话时 我仿佛是真心的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宋迪时常疑惑 却又自问自答 你又要说 因为爱我 对吧 可是你为什么爱我 你看我的时候 眼神那么遥远 像是在透过我 看着别人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爱一个人的 时远 你该不会把我当成 宋迪没有说下去 她笑了笑 似乎也觉得自己想象力太过丰富 我抚摸着宋迪黑亮的发丝 闭上眼睛 不再去看那颗突兀的红痣 或许是当初看到你的第一眼 就觉得人生都亮了 我没说谎 此生醒时梦时 我注定再也见不到王婉了 我想一直这样守在宋迪身边 用心呵护她的脸和心 就这么爱下去 可是 宋迪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即便她跟我订了婚 却还是一走了之 后来我终于知道 那场订婚宴 并不是宋迪给我的订心丸 不过是她给成渊的催泪蛋而已 宋迪的父母在她18岁 那年就去世了 成渊是她的邻居 也是她的青梅竹马 情之所终 爱而不得 她早已习惯了宋迪的殷勤和深爱 她置身其中 尽情享用 理所当然 不拒绝 也不给承诺 成渊从来没想过 宋迪会跟我订婚 在亲友的见证下 成为我的未婚妻 或许是出于不甘和挫败 或许是有那么一点爱 她终于肯给宋迪一个承诺 大概这才是宋迪愿意跟我订婚的原因吧 醉翁之意 不过是逼她一把 我不怪宋迪 至少她没骗我 至少她很坦诚 她不爱我 我是个混蛋 既辜负了婉婉 又欺骗了宋迪 我只能加倍对宋迪好 百依百顺 一致千金 来弥补我将她当成替身的愧疚 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留下了那枚始终没带过的钻戒 我曾送给她许多珠宝首饰 她都欣然接受 除了戒指 起初我只以为是对款式 品牌 质地 甚至是客重不满的缘故 可相处五年 我前后挑选了近十枚戒指 却无疑送得出去 直到订婚那天 她看着戒指黯然失神 戒指是有特殊意义的信物 我才恍然 她不是不喜欢戒指 只是不喜欢我送的而已 现在 成员会给她买吧 可我不信成员会像我一样 用心扮演着爱她的角色 她总会回来的 当她累了 我收起钻戒 怅然若失 我再次陷入了靠安定入睡的日子 各种精神类的药物 塞满了抽屉 梦里再次燃起了大火 看不清是婉婉还是宋迪 决然走进火海中 转头跟我说 再见 我恨我的软弱逃避 和自我欺骗 可宋迪的脸 仿佛成了我的执念 敌儿 我会等你回来 我走在医院的走廊上 低头编辑信息 刚转过拐角 就跟什么人撞在了一起 手机趴地摔在地上 信息刚发出去 就黑了屏 心中火起 我皱眉抬头刚要发作 看清眼前这张脸时 脑中轰隆一声 像有炸雷劈下 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我的婉婉 五年前葬身火海 与我生死两格的婉婉 竟这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可婉婉的眼中 却没有丝毫惊喜 悸动 她先是吓了一跳 随后便连连道歉 替我捡起手机 并表示愿意赔偿 我涌动的情绪 一点点冷静下来 一颗心再次沉到了谷底 婉婉已经死了 眼前这位 压根不认识我 说话的声音也并不相似 我黯然摇头 表示没事 唇角勉强勾起一丝礼貌的弧度 可我的目光 却像是被钉在了她的脸上 久久无法一开 这世上 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人 除了她又夹上 一道隐晦的疤痕 其他地方 简直跟婉婉一模一样 但我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这世上不会有第二个婉婉 我也不能混蛋到再找个替身 重复过去这五年的荒唐 我失魂落魄地 转身离开 却隐约听见她身边 那个女生笑道 听婉 你看刚才那个人 看你都看呆了 不愧是我的女神 听婉 她叫听婉 她就是我的婉婉 再怎么巧合 也不会连容貌和姓名 都一样的 可她为什么 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 她究竟是怎样 从那场大火中 死里逃生的 这些年 她去了哪里 我心中有一千类疑问 喉间却像是 耿壁颗轻性般 酸楚难言 就连弯弯两个字 都喊不出来 她们并未走远 只不过我眼中水汽弥漫 几乎看不清她的身影 下意识地往前追了几步 又听见她跟朋友的对话 说来奇怪 我总觉得那人有些眼熟呢 可能是以前没失忆的时候 遇见过吧 哎 走吧 来要去 最近我睡眠都很差 声音渐渐远了 我浑身像是被冰雪冻住了一样 动弹不得 晚晚她失忆了 是当年那场大火受伤的后遗症吗 所以她才消失 才会见面不识 我没有办法想象 孤身一人的她 是怎么撑过来的 看着她比从前 轻受许多的背影 我顿住了想要追上去的步子 或许分开的这五年 她身边也早有另一位了 我想 我应该把所有的情况都搞清楚 再决定要做什么 通过一位熟识的医生 我见到了晚晚的主治医师 陈主任 陈主任是精神心理科的 已经为晚晚进行了三年的康复治疗 据她回忆 当初徐庭晚 是因为高空坠落头部受伤而入院 并且身上有比较严重的 呼吸道也被浓烟损害 手术过后 性命是保住了 但是由于头部遭受重疮 再加上先前经历了极度的惊恐 导致失忆 只能通过身份证 确认自己的名字 同时还患上了焦虑症 抑郁症等 备受折磨 这些年来 在陈医生的悉心治疗下 她的这些症状已经减轻 只是记忆始终没能恢复 好在身体痊愈过后 她在本市安顿下来 就职于一家公司 生活还算安稳 而她所就职的公司 竟然是我一位好友 张琳临夏的产业 这位好友是在合作中认识的 跟我一见如故 三观契合 只不过认识的时候 我已经成了宋迪的舔狗 张琳虽然对我的无端 卑微不解 但从不智慧 更不曾嘲讽 但现在 见我突然跟她打听徐婷婉 却陡然变色 石远 我知道你对宋迪感情很深 也知道她这么一走了之 你很难接受 虽然徐婷婉 长得跟宋迪很像 但你要是男无辜女孩 玩什么替身文学 别怪我削你 我沉默片刻 音色低了几分 不是徐婷婉 长得像宋迪 是宋迪长得像徐婷婉 我的确是个混蛋 把宋迪当成婉婉的影子 但我也算受到教训了 张琳愣了 当晚 张琳陪我喝了两瓶洋酒 听我讲完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往事 后来 我喝醉了 迷蒙之余 我好像听见张琳说 混蛋 等着 我去帮你问张琳 并没有让我等太久 很快 她就把徐婷婉 单身五年的消息 带给我 我听后 心中五味杂陈 说不清是庆幸还是愧疚 当即扇了自己一巴掌 晚晚一个人 经历了生死的拉扯 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治疗和康复 到现在都没能痊愈 在她失忆后 独自在这个变得陌生的世界上 艰难支撑时 我竟然对着一张 跟她相似的脸 呵护被制 从前没能给晚晚的 这些年都给了宋迪 我甚至没有勇气 再次出现在晚晚面前了 可张琳说 她话里话外试探了一下 徐婷婉其实是不排斥恋爱的 身边也不乏追求者 但她始终没有遇到有感觉的 不想将就 或许 我还有机会 我不想再失去她了 既然晚晚忘记了过去 那我就以陌生人的身份 再次出现在她的生命里 重新与她相爱 我确信自己仍旧深爱着她 从未改变 张琳把我介绍给了晚晚 我把第一次见面的地点 选在当初的高中校园 是你 晚晚惊讶过后 不由笑了 你的手机修好了吗 我努力克制住 想要拥抱她的冲动 拿出手机挥了挥 格式画了一遍 照片什么的都没有了 不过手机修好了 照片也可以再拍 我轻声说着 顺便打开摄像头 拍下了晚晚有些发愣的样子 身后是高中校园里 那片生长多年的银杏 还有我们的18岁 记忆丢失了 但我们的故事 可以继续写下去 晚晚看着照片 神思有些飘渺 我在这个位置拍过照 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是谁帮我拍的 我把照片发给她 那就当是我吧 毕业那天 我用借来的相机 替晚晚拍了 跟校园的合影 那天 她捡了一片青绿的银杏叶送给我 要我将来还给她一束手捧花 如今时至深秋 叶片已然泛黄 坐在大理堂门口的台阶上 我跟晚晚闲聊着 顺手捡起一把银杏叶 借你发绳一用 晚晚含笑递给我 乌黑的发丝散落下来 像急了五年前 她是穿订婚旗袍时 歪头问我好不好看的模样 我用她的发绳 将银杏叶传成了小花扎紧 递了过去 小小心翼 不成敬翼 黄色的叶片被阳光一映 几乎泛起金色 饶是如此 却也比不上晚晚清亮的 毛子动人 这么熟练 石先生 你红女孩子 倒是蛮有一套 说吧 我是第几个了 晚晚接过小花 半开玩笑地说着 我的目光落在她手中的花上 忽然不合时意地想起 跟宋迪订婚那天 成人送来的那束黄玫瑰 如果晚晚知道我跟别人订过婚 我忽然有些慌乱了 晚晚见我卡壳 忽然笑了 她说 张琳已经把我的事 跟她说了大概 一开始 她的确是介意的 答应跟我见面 不过是为了顾全领导的面子而已 没想到会是我 更没想到 跟我这个陌生人待了一会儿 竟难得地不觉得尴尬 石先生 你知道的 我失忆了 但不知为什么 我看到你总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我们以前见过吗 晚晚疑惑地打量着我 眉眼温柔 我却不敢直视 没没有吧 或许是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打过照面 我不记得了 我有些心虚不安 既派着晚晚记起我 又担心她记起我 晚晚没有再深究下去 她的头又有些痛了 晚晚再次回到了我的生活里 陌生又熟悉 我像是被封在海底的鱼 忽然破冰而出 重获新生 从那天起 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 我都给了晚晚 是深爱 也是亏欠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才能弥补万一 只能尽我所能去陪她 照顾她 想方设法地逗她开心 或许是缘分未尽吧 我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地升温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 如果当初我没有把时间 花在宋迪身上 是不是就能早一点 跟晚晚重逢 错失的这五年 是不是上仓 对我荒唐举动的惩罚 那天在医院时 给宋迪发的信息 她并没有回复 可能她已经跟成员 举案其美 不会再出现我的生活里 我也不会再联系她了 晚晚的记忆始终没有恢复 但自从跟我在一起后 我时常带她去 我们从前常去的地点 她总会觉得似曾相识 说跟我在一起时 会让她觉得莫名心安 有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 晚晚欲加依赖我了 渐渐地 我们又回到了 当初互相依偎的日子 彼此都没有亲人的我们 把对方当成了最重要的人 半年后 她的抑郁症和焦虑症 都彻底痊愈 我们住在了一起 再也没有失眠过 结婚的事被提上日程 时隔多年 我再一次带着晚晚 走进了礼服馆 欣喜异常 却又心有余悸 往事历历在目 我生怕着来之不易的幸福 再次被打碎 直到晚晚 穿了一袭白纱出现在我眼前 我恍然觉得 这五年的空白 仿佛一下子被填满了 我想给晚晚一个惊喜 于是趁她是妆的见戏 去隔壁商场的珠宝店 为她选了一枚钻戒 回去的路上 我在心里盘算着该如何求婚 私容质地的首饰盒 钻在掌心 被汗水浸得如湿 我从未如此激动和紧张过 这枚钻戒 我已经欠了晚晚太久 她一定会喜欢的 我满怀期待地回到礼服馆 还没来得及拿出钻戒 手机忽然响了 是宋迪 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我的脑海中 以至于我都愣了一下 她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我有些不安地看一眼晚晚 她尚不知何事 只是笑着问我 怎么不接电话 铃声执着地想着 像是在逼迫我 晚晚从来没有问过我有关前任的事 即便她知道我曾订过婚 而我也刻意地不愿提及 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可现在宋迪在我准备求婚的时候来了电话 或许在求婚之前 我应该坦诚这段往事 我接起了电话 为了一声后就沉默了 石远 我回国了 你说过会等我回来的 对吗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们结婚 好不好 宋迪的声音似乎带了些酒意 柠檬而又沙哑 似乎哭过了 手机的音量很大 房间里又安静得很 晚晚正在涂口红的手 一下顿住了 我没想到 宋迪会说这些话 心中有很多疑惑 却没什么心思追问 宋迪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要结婚了 你好自为之吧 宋迪沉默了一秒 忽然情绪激动的 在手机那端喊起来 我不信 明明你爱我爱到骨子里 石远 你是在跟我赌气 是吗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 我叹息一声 宋迪 我们真的已经结束了 我已经有了未婚妻 我很爱她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我几乎有些慌乱 一口气说完 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宋迪的眼眶有些红 虽然唇颠仍旧努力笑着 可眼中的惶惑不安 一眼表 我心中一痛 从小失去亲人 在孤儿院中长大的她 是最没有安全感的 我真是混账 搞出这些麻烦来 害人害己 晚晚仍旧没有追问我什么 我知道 她是不敢问 不想问 不想听到让自己难过的回答 所以始终选择逃避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宋迪却由不得她当鸵鸟 她果真是回国了 并且很快就找到了我 虽然早有准备 但我在看见她的那一刻 还是心惊不已 她轻瘦了很多 面色有些憔悴 仅仅半年多而已 她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 从前那个骄纵任性的宋迪 如今像是长久 没有见到阳光的花草 虽然仍旧妆容精致 但眼中已经没了光 到底是在一起生活了五年的人 是当初让我从活死人的状态中 挣扎出来的精神支柱 我叹息一声 终究还是应邀 跟她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坐了下来 本想跟她坦诚地聊一聊 彻底做一个了断 没想到宋迪刚一坐下 眼泪就掉了下来 石远 我看到她了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我都知道 你是爱我的 否则 你怎么会找一个 跟我那么像的女人结婚 石远 我现在已经知道 这世上只有你是真的爱我 对我好 成渊她 我已经彻底死心了 石远 我回来了 我愿意跟你结婚 我愿意跟你过一辈子 你就不要再守着一个替身 跟我赌气了 好不好 宋迪一席话 说得我哑口无言 但要解释 却又无从说起 总不好告诉她 过去这五年 我都是把她当成晚晚的替身的 以她的性格 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 我叹了一口气 正想说什么 目光无意间往窗外一瞥 却看到 晚晚不知何事站在了那里 正脸色苍白地看着我们 等我心慌意万地奔出去后 晚晚已然摇摇欲坠 晚晚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扶住她的胳膊 手指不自觉地用力 她定定地看着宋迪 先是惊异 继而苦笑 石远 你不该骗我的 我以为你早已跟她一刀两断 才肯对你交付真心 没想到我只是一个替身而已 晚晚笑得愈发欺然 真希望我能再次失忆 把你忘记 送敌的目光中充满敌意 我回来了 你可以走了 晚晚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的替身 这些年来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我的话并没能说完 因为晚晚甩开了我的胳膊 刚后退了两步 就一头栽倒 晕了过去 晚晚在医院昏迷了三天 还是没醒 医生说 她身体的各项机能都还算正常 头部也没有严重内伤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是醒不过来 或许是她的潜意识里不愿醒来 可如果任由她长久的昏迷下去 恐怕会对大脑造成的严重的 不可逆的损伤 到时候 她是真的再也醒不过来了 精神心理科的陈主任了解具体情况后 唏嘘不已 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她一时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或许可以适当地给她一些情绪刺激 或是由她速日最依赖信任的人 日夜陪伴鼓励 她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熬了三天三夜 嗓音也变得干雅难听 不能确定 试试看吧 陈主任微微叹息 我坐在病床旁 握紧了晚晚的手 不敢离开半步 生怕一个错眼 就再次失去了她 晚晚 你迟迟不愿意醒来 是因为在怨我吗 这半年多以来 我只顾着感受 时而复得的幸福 面对晚晚的某些疑惑 我刻意选择了逃避 是我的荒唐 我的隐瞒 我的微微缩缩 击溃了晚晚好不容易 建立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之前没有勇气坦白 现在 我总算鼓起勇气 将这五年来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我不知道 晚晚究竟能不能听见我的话 但我早已下定决心 不论晚晚能不能醒过来 我都将永远陪着她 她睡着 我照顾她一辈子 她醒来 即便不能原谅我 我也将永远守护她 我已经错失了五年 不能再错失一辈子 在医院这几天 宋迪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 第五天的时候 她出现在医院 时远 我有话跟你说 我握着晚晚的手 并没有松开半分 对不起 我现在没有时间 宋迪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开始讲述她去纽约后发生的事情 我所料不错 承渊不过是一时战有欲发作 看不得一向围着她转的宋迪 忽然跟别人订婚 才留下了那句话 宋迪刚到纽约时 承渊对她还算不错 可仅仅过了两个月就腻了 又渐渐回到了当初忽冷忽热的态度 宋迪起初还能隐忍 可后来 承渊直接将女人带回了住处 当了她的念条情 还说宋迪心胸狭窄 她说为了承渊放弃了一段完美的婚姻 可承渊却说 她从来没说过会娶她 不过是作为朋友 邀请她去国外度假而已 石远 我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她用祈求的声音问道 一如当初在机场 我要求她别走 对不起 宋迪 从一开始 都是我的错 当初我以为婉婉死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 直到我看见了你 你长得实在太像她了 我终于坦诚地说出了真相 宋迪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连眼泪都仿佛将冷在眼眶里 而此刻 我心痛如脚 哑口无言 我单膝跪在病床前 祈求婉婉能够原谅我 阴差阳错 怪只怪造化弄人 原来当年火灾发生时 晚晚正好在二楼找东西 并没有跟其他厨娘在一起 可火势迅速 当她发觉不对 跑出房间时 发现楼梯口早就被火蛇吞噬 楼下更是成了一片火海 浓烟呛的她睁不开眼 又无路可退 只能狠心从二楼窗口一跃而下 她掉在火势边缘 后脑勺当即撞出了鲜血 挣扎之间又变半个身子 都被火撩到了 求生的本能 让她撑了最后一次气力往外爬 颈尖的项链 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刮断了 她爬到了工人院后门的路边 被好心人发现 送进了医院 那时她已经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就发现自己浑身缠着绷带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先前的记忆当然无存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而先前的行李箱 也因为顺手放在厨房 早就被烧得干干净净 所有跟往事有关的东西 都消失了 还好身份证一直在口袋里没有丢失 可等她出院后 沿着这点信息查下去 才知道自己是个孤儿 而孤儿院突发大火的事 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 于是另签了新纸 从前的孤儿院已经荒废了 完完值得努力适应这个 对她而言陌生的世界 重新开始找工作 生活下去 五年后与我相遇 一见如故 却又在最幸福的时候 被宋迪的出现打破了瓶颈 她知道我曾订婚 也知道我遭遇背叛 但没想到宋迪跟她长得如此相似 她以为自己与人不输 只是个替身而已 一时绝望 才晕厥过去 而我在病床前说的那些话 她都听见了 我想见一见她 婉婉眼神中有着莫名的唾弃 我担心宋迪会刺激到婉婉 一时迟疑 却拗不过她的坚持 只得给宋迪打电话 她来得很快 可她一出现 却让我后悔万分 因为宋迪穿了一袭白婚纱 戴上了当初订婚时 她不曾带的钻戒 就这么忙在众目睽睽之下 走进了病房 石远 这次唤我向你求婚 宋迪打开一个首饰盒 一枚男士钻戒 被灯光映得有些刺眼 请你 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想失去你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她眼角盈然忍着泪意 拎起裙摆 单膝跪在我面前 抬眼看着我 像在仰望着 就她于水火的天神 对不起 我一看目光 握紧了婉婉的手 我的爱人回来了 不 你是我的 是我的 宋迪的情绪愈发崩溃 她伸手攥住我的手臂 眼泪滚落下来 见我无动于衷 又将愿度的目光 投向婉婉 她晃着手上那枚钻戒 似笑非笑 嗓音尖利地表示 我早已给她买过婚戒 待她见过密友 举行过订婚仪式 她才是我的未婚妻 现在也该是我的妻子 徐婷婉 你凭什么 宋迪生死历劫地质问着 壮落丰富 我皱眉 担忧地看一眼婉婉 婉婉却并不愤怒 只是定定地看着宋迪 有些出神 半赏她才开口 宋迪 你是孤儿吗 此言一出 我跟宋迪都愣住了 婉婉 你在说什么 宋迪她不是我关切地看着婉婉 时刻留意她的精神状态 你怎么知道 宋迪颤着声音开口 这件事连成冤都不知道 我大为震惊 不可置信地看向婉婉 她唇边仿佛在笑着 目光中却满是无法言说的悲伤 时远 你记不记得 我小时候跟你说过 我还有个妹妹 被人领养了 心头仿佛有炸雷落下 我脑中轰然一声 宋迪 是婉婉的妹妹 这怎么可能呢 我只记得我妹妹眼下 有一颗红痣 跟你在同样的位置 婉婉支撑着身体坐起来 你愿不愿意 跟我做个鉴定 宋迪手中的首饰盒掉了 整个人也无力地摊坐下来 而我 并没有比宋迪好很多 我竟然 将婉婉的妹妹 当成替身 在一起五年 宋迪签署了 亲缘关系鉴定知情书 一周后 结果出来了 宋迪和婉婉 的确是姐妹 而还有一件事 也同时被检测了出来 宋迪怀孕了 已经快两个月 宋迪像是离开了 土壤的鲜花 消沉下去 她已经知道了 所有的故事 明白此生 跟我已经毫无可能 虽然这些年都没跟婉婉见过面 可要跟亲生姐妹 争抢一个本就不爱自己的男人 这种事 她也做不出来 我对她的愧疚更深了 可宋迪说 她不恨我 至少那些年 我是真的对她好 如果不是她心有旁骛 临阵脱逃 恐怕现在早已跟我结婚 肚子里说不定是我的孩子 事到如今 她只能认命 这个孩子 你预备怎么办 婉婉有些心疼的 看着这个并不亲密的妹妹 你会去找她吗 宋迪苦笑着摇摇头 没必要了 我该重新开始生活了 她久久地望着婉婉 终究还是没能喊一声姐姐 难怪从前我总觉得 时远看着我的眼神有些飘渺 原来真的是透过我在看别人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我也该醒了 宋迪把当初那枚钻戒 放进婉婉手心 这本该属于你的 她很快预约了流产手术 打掉了那个不合时宜的孩子 婉婉带了自己炖的汤 去医院看她时 发现她已经不告而别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而我跟婉婉 我始终没有勇气 拿出先前准备好的钻戒 我甚至不敢问她 能不能原谅我 直到某天 婉婉站在夕阳下 把宋迪的钻戒 装进盒子收好 时远 你得给我买个新的才行 她笑得温柔 隐约带了几分苦涩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良言已经满是泪意 你不怪我了吗 我努力克制声音的颤动 坏 可是没办法 我好不容易找回你 我不想再一个人了 过去这几年 就当你替我照顾妹妹了 晚晚说得很轻快 可我知道 说出这些话 她做了多久的心理准备 这是一根锐利的刺 而我的晚晚 选择永远将这根刺 横跟在心底 来唤取余生相守 我跌跌撞撞地冲进卧室 把那枚早就准备好的钻戒拿出来 曾在心底酝酿过无数次的话 此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举着钻戒 跪在晚晚面前 泪流满面 夕阳勾勒着她的身影 恍若神明 她戴上了钻戒 笑得眼睛都红了 我紧紧抱住了她 像抱着势而复得的宝物 我本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可晚晚再次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我爱你 我也是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